今天起的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原因大家看我上一个视频发的时间应该也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学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 也算是一个缩影 今天开头我们聊一聊不聊股市 聊一聊这个房地产 我们知道这个加州的人口外流早就不是什么新签式了 甚至专门有一个名词叫做Californication 就来形容这种人口流动现象 当然了很多地方其实并不欢迎Californicate 但是现在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加州人员的外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且包括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怎么样的 都在搬离加州 比如说Elon Musk最近也是刚刚从加州搬到德州 包括Oracle也是把公司整个是从加州也是搬到了德州 因为可能加州和德州离得比较近 各方面而且德州的这个新兴发展比较明显 德州面积比较大 然后综合的这些资源什么的刷钱水平还是可以 但是所谓搬到德州根据Ronnie这个观察 其实就是什么搬到Austin这个地方 Austin现在其实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公司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很大的 以及一些没有上市的或者是一些创业公司 俨然成为第二个Silicon Valley的趋势 同时Austin也是一个非常风景一人的地方 他有山又有河 自然环境非常优美 很符合Silicon Valley那帮人的整个的习惯 因此Ronnie其实觉得Austin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未来前景很好的 其实他已经涨了很多了 可能比如说过去十年已经可能差不多翻一倍了 现在他的整个的房产的中位数也好 或者平均数也好 大概是35万到40万美元 其实在美国已经算比较高的 但是Ronnie估计啊 十年以后绝对是只知道一百万去了这个数字 并且这个如果明年夏天疫情能够完全的控制住 应该就是Ronnie应该是有机会去Austin开会的 到时候我可以给大家录录视频展示一下 每年在Austin都有一个这个Python的会议 今年很显然是搞成了线上的了 不过这些逃离加州的人呢 我觉得他们想要的最后未必能够得到 与当地人的这个价值观冲突是一方面啊 另一方面其实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加州会变成他们不喜欢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和他们本身就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加州也不是生下来就这样子的 对吗 他也是被塑造被改变成今天的加州的 给你随新鲜的股市资讯 欢迎来到早安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Ronnie 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 我们首先看一下上周的整个股市表现 上周呢 到其实是小幅度下调了 是下降了0.13% 而标普500上涨了0.27% 变化都很小 而NASDAQ涨了2.34% 而NASDAQ其实还可以 但整个啊 这个市场变动都是比较小的 但是如果你看股指期货的话 可以看到一片红 这个DOW现在是下降了1.67% 已经到了29610点 而标普500下降了1.9% 下降到了3636点 而NASDAQ下降了1.19% 现在是12561.25点 三大股指在盘前均大幅下跌 这个最近期来说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盘前的变化 这个原因呢 自然而我们知道 与最近英国的这个新冠病毒 发现一个很强传染性的变异 有关系 让大家感觉都很紧张 不过关于疫苗来说呢 我们之前其实简单的在这个内容中 讲过啊 克服过这个疫苗的情况 大概率来说啊 这个变异应该是不影响疫苗起作用的啊 但是可能给大家这个要封锁经济啊 以及现在来说很多国家与这个英国的这个交通 又要切断 对吧 这些可能对经济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特别是在英国的观众朋友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最好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 那包括原油期货也一样啊 这个下跌了4.34%啊 WTI现在已经到了46.97美元每桶 而布伦特下降了4.27% 现在是50.03美元每桶 这也可以说明啊 之前的这个油价的回升啊 就是大家对于疫情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啊 那现在这疫情又有点不乐观了 油价就下滑了 那有一次是呢 这个黄金也是下跌啊 反而没有上涨 黄金下跌了0.56%啊 在盘前 虽然不多啊 现在是1878.4美元每盎司 今天我们的一个大新闻 就是美国这个两党啊 终于同意 合力通过一个差不多9000亿美元的 这个第二次的次级计划啊 又要撒钱了 其实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啊 虽然来来回来折腾了好久 本来是这个周五 然后周五说又延后两天 到这个应该是昨天吧 不是周六就是昨天啊 才真正的这个敲定这件事情 本来啊这个事情是很利多的 在几个小时之前甚至哈 让你记得看这个Futures 这个估值期货 其实还是绿色的啊 就很快就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啊 有变了 虽然这个疫情其实没有那么新的新闻啊 有时候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 它这个到底是怎么变的 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 还是说是是说 大家反映需要一定时间啊 那么距离第一次的这个救济 已经是过了9个月了啊 这时间已经是非常非常久了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整个失业情况 还是比较严峻的 还有超过1000万美国人是失业的啊 而是其中很多人在这个6月份以后 就基本上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差不多可能有800万人啊 据统计说就已经陷入到了这个Property 当然这个Property怎么定义的啊 这个我也没有特别研究 那针对个人的这个刺激法案啊 首先是每个人发600美元啊 每个成年美国人 那有些特殊情况啊 比如说你有小孩的话啊 每个小孩也可以算600啊 当然这个还是具体有一些这个细则的啊 我只是说一个大概 另外针对失业啊 就是说有一个失业的救济啊 每周300块钱啊 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在美国你说生活绝对是够了啊 基本的话 这个起码可以连续发10周啊 时间还是挺长的 不过其实也很快 因为这个疫情啊 短时间内解决不了 看 然后就是9000亿不是吗 其中的一大笔啊 有差不多3000亿左右啊 是要给这个小企业提供一些贷款 以及救济 因为这个小企业其实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啊 就像Ronnie也讲过嘛 Ronnie之前喜欢吃的家餐厅 5月份就倒闭了 我都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本来生意还是特别好的一家餐厅 相反 像大企业啊 像什么Google啊 像这个Amazon 其实反而 Ronnie意义上讲啊 他还是过得更好了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 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 比如说航空业啊 也是得到了最后的这个 Bella算是 差不多150亿美元的这个现金 但是条件 有条件的啊 要求他们把之前开的 或者说暂时把员工打发回家的 这些员工都招回来 必须雇佣啊 现在说明美国的这个失业问题 至少政府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的一些钱 就要用于这个疫苗的这些分发 以及这个医院呀 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医疗这个系统 也是濒临崩溃啊 总的来说这就是9000亿美金啊 这么一打出来啊 这个美元 说实话啊 这个或多或少 肯定是要贬值一些的啊 你无论说是对人民币啊 对欧元 对日元 还是对比特币啊 估计都是要贬一点值 那按道理来讲啊 这个整个的法案 应该是比较有效的啊 但是现在这个被英国的这个疫情啊 病毒变异啊 抢过了风头 不过其实理性一想的话 现在其实这个 毕竟变异只发生在英国啊 也是现在也及时封锁了 按道理讲啊 和美国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只要控制的好的话啊 当然了也有可能随时打脸 因为Ronnie发现 这个东西挺邪乎的啊 Ronnie讲什么 什么就有点邪乎 我都感觉真是这个说不好啊 而目前的全球化啊 以Ronnie个人的观察 说实话 这个英美的这个影响 互相影响 不是特别大 就是哪怕这个英国 乱了翻天了啊 美国的经济 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Ronnie最近买了也不少东西啊 你说这个摄影的各方面的也好啊 基本都是Made in China 哪有Made in UK的 没有 对吧 但是还是话又说回来 说到最后啊 股市还是信心问题啊 如果大家太害怕的话 随时有可能崩盘啊 其实Ronnie在猜想 可能有的人看到啊 这个包括我们的观众 看到今天的这个盘前 或者整个大盘的情况 就已经开始恐慌了啊 不过Ronnie应该还好 Ronnie一会儿还准备再去睡会儿 今天的第二个新闻啊 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上周五啊 这个美联储正是在经过一系列压力测试之后啊 允许这些银行们啊 有限度的回购自己的股票啊 之前这段时间一直是不允许的 因为就是感觉 现在经济都这个样子了 你们还这个回购股票 像话嘛 把钱应该用到更有用的地方去少开点员工 对吧 多创造一些就业 把钱花到这方面 但是现在来说 经过压力测试 可能Fed认为 这个一定程度的啊 这个回购股票 呃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这个对于银行 以及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啊 银行我们不说了 像大的金融机构 比如说GOMACX这种啊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那这个其中啊 动作最快的就是JP Morgan啊 JP Morgan 刚刚这个他们这个Fed放出话来 JP Morgan马上就表示啊 要拿出三十三 要拿出三百亿美金啊 回购他自己的股票 那这个想都不用想啊 肯定是会让股票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啊 来了大买家嘛 虽然现在也要考虑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叠加因素了 那公司回购股票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啊 但是根本上围绕的还是就是说提升或者维持自己公司的股价 你比如说有可能是这些银行觉得现在就比较便宜啊 他们想抄自己自己抄自己的底 或者就是想把公司的股价推高一些啊 让这些股东呀 董事呀 对公司更有信心 或者没有那么多不满 因为 因为与其他的这个股票相比啊 今年这个银行啊 金融业的表现很一般 大股东说不定非常的不满意 不过这个股票的回购也是需要时间的啊 而且不是说从今年开始 要从2021年才能开始 这也是这个Fed的规定啊 take it easy take it slowly 不过我想说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啊 至少JP Morgan啊 还是很有钱的啊 即使在这个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 轻轻松松啊 拿出300亿美金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组快讯啊 首先是关于Zoom的啊 因为快到Christmas嘛 Christmas可是一个大节日 但是今年Christmas注定要比较的special 就是因为有Covid 那么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猜想啊 在圣诞节的时候 这个Zoom整个的流量会非常非常高 因为有大量的人可能会用Zoom去 比如说给亲朋好友 按照中国的话讲 就是类似于拜年了 还有 现在这个Zoom 我只记得好像我们节目里讲过 就是有这个付费的这个圣诞老人Zoom 这个这种啊 大概是好像差不多49美元 5分钟啊 就给比如给你的孩子啊 你就相当于雇个人 那个扮作这个圣诞老人 就是这个样子 到时候这个业务肯定也会很繁忙 那特别是现在这个又起了第二波 像英国现在超级的这个严峻啊 整个的这个lockdown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那大家基本上也都不能physically见面啊 那就只能通过一些工具 比如说Zoom 那这个其实对Zoom肯定不用说了啊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挑战就是说 别把服务器弄得很糟 让大家体验很差 会有掉线或者是网络延迟问题很严重的话 机遇自然就是你如果做的好 那整个的这个品牌形象 以及这个知名度啊 新用户都会变得更多 当然了Zoom目前来说 表示自己很有自信 但是说实话 这种自信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只要说就好了 对吧 我们还需要具体看 因为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如果是世界上现在所有人都用Zoom Zoom一定崩溃 它不可能是一个无穷的啊 第二个新闻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啊 其实这个新闻让你看着还有点意外啊 因为他说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啊 官方表示尽管中国的这个经济看上去恢复了很多 但是这种恢复啊 不踏实 中国目前的这个疫情的确控制的应该说算是还是可以 而且基本上大家生活也是有条不紊的有去进行啊 Ronnie是很早就在这个苹果下单了这个最新的Apple Watch 明天才会送到啊 这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当然了也是因为我挑的那款啊 我就想要买那个Product Red啊那款 前几天发货的时候Ronnie一看一查啊 从中国发过来的 包括我也就新买了一个iPad Pro啊 工作用工作用啊 我猜考不好也要从中国给我发货 看这个意思 所以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讲啊 以Ronnie这个角度来讲 真的是大家某种意义上讲 全世界都得指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或者说中国的这个经济需要尽快的恢复 我不是听说最近好像还是个限电是怎么着的 别限电了赶紧这个该干嘛干嘛吧 加快生产啊 Ronnie这个iPad都排到一月份去了啊 一月下旬了都 快点生产早点发红 最后一则换讯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另一个不安定因素啊 就是Donald Trump啊 因为这个对于大选的这个结果啊 大家有很多很多争议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认的 Ronnie也是认为这次大选 说他很多东西已经说不清楚了 但是这个平心而论啊 Ronnie觉得这个Donald Trump可能比较危险 而且就在最近的一两天啊 Donald Trump好像要呼吁大家起来抗议啊 这个可只会让美国变得更乱啊 我觉得很不利于整个美国经济的这个恢复 其实我觉得不如啊 就算觉得自己吃亏了 这个亏就吃了啊 因为人吃亏是很正常的 润了下季再来选 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 不然我觉得只会越弄越糟 因为现在最好的情况 对川普来说也不过 就是这次大选不算 对吧 不算拜登也没输呀 就是他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很尴尬 就是对于拜登来说 要不是赢要不是平 对于川普来说 要不是平要不是输 对吧 至于所谓的什么 把这个游戏选票非法啊 那是根本不可能啊 Ironnie的这个认识 因为只要他不全是假的 你把这个游戏选票弄成非法 就损害了很多人的这个选举权 那这个事可是没完没了了 Ironnie觉得不太可能 但总之如果美国啊 因为这个继续变得更乱的话 对于股市 应该会有很大的这个动荡的负面影响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早安画期 我们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